五股区新真理除了在活动中心旁边规划了饮菜共生 也在高速公路边坡种植了许多的蔬菜 因此日前特别举办了食农教育课程 希望透过前面两个项目以及每个家户来宣导碳排放的减量 五股区新真理拥有许多可食地景 包括活动中心旁边的饮菜共生 还有高速公路边坡也种植了许多青菜 相当适合来推广食农教育 我们今天特别在环境公民教育的课程当中 我们提出了一个食农教育 我们希望就是将食农教育的推广 让落实在新真理里面 让每个家户包括我们活动中心旁边的饮鱼来种菜 还有高速公路廊道里面的一个自种的蔬菜 有三大区块的一个蔬菜区域 食农教育相当重要的原则之一 就是吃当季 吃当地 如此一来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量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食农教育 在整个新真理去做推广 让食物里程降到最低 碳排放量降到最低 让整个环境可以更加的美好 让社区民众可以知道说吃当地跟吃当季 不要让整个食物里程的碳排量 不是当季的食物 我们故意去选来吃这个部分 对整个环境会造成更大的污染 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跟知识 传递给社区的民众 新真理和社区发展协会 持续举办使用的课程 希望来听讲的长者们 都可以成为社区的环保兼兵 将学习道德知识跟家人分享 一同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记者沈仲林锦鱼五股采访报导